Book 2 力學那本書的工作子203 一條自由下落的問題 就是假設有一塊石塊 以初速U在地球表面向上投窄 它在時間T之後會到達高度H 如果不需要你空氣阻力的話 第四題就問你 如果用初速2U將石頭向上拋 即是說Double了初速 它能夠達到最高度 將會是剛才的多少倍呢 這條數除了物理情境有意思之外 它其實考的技巧是經常會再出現的 就是其實它是同一條公式 某一個物理量就變成兩倍 另一個物理量是怎樣 其實是說什麼呢 就是如果你用初速U去拋建物件上去 它上上上上到這裡就會向下跌 即是說剛才它能夠到達的最高高度 我們叫它做H 如果現在同一塊石頭 你是用2U的速度向上拋 它很明顯就要長一點時間才可以減速 你可以想像一下路線 路線就會有些不同 就會升到高一點才會下跌 好了 這個最高的高度 最高的高度 我們給它一個名字叫做H- 和剛才要給它一個不同的名字 否則就會混亂了 這個H- 新的高度會是舊的多少倍呢 首先我們在左邊來說 我們其實要把它代入一條公式 考慮由這個拋點到上去的話 U就是這個數值 V是0 A就是-G 而它到達的高度 即是它的位移 它的S就是H 好了 有了這裡之後 我們用V2次-U2次等於2As這個概念 0的2次方-U2次等於2乘以-G 再乘以這個高度 我們發現兩邊都有符號 即是說高度其實是U2次 就隨意 H的高度 在左邊 就會得到這樣的關係 好了 到右邊 新的初速是2U 新的初速是2U 新的中速也是0 新的A值也是-G 其實跟之前沒有變過 而新的S'就是不知道 於是V-2次-U-2A A是沒有變過 就是S' 0的2次-2U的2次 等於2乘以-G乘以新的高度 好了 如果這個情況 你會發現這邊會變成-4U的2次 因為2又要2次 就會等於-2G-H-H 新的高度 將會是4U2次 兩邊不用理會的符號 4U2次 over 2G 也就是2U的2次除2次 跟剛才一比較 這個U2次除2G B其實就是H 所以新的高度 就是舊的2倍 升高了2倍 所以H'等於舊的2倍 所以這個答案這題是B